歡迎回到愛爾達電視繼續來欣賞2015年ITTF 瑞典公開賽八強階段的轉播 場上即要進行這個階段我們要為您受傷的最後一場比賽 後面上現在看到的是代表中國的梁敬坤 他的對手則是葡萄牙名將弗雷塔斯 弗雷塔斯在最新一期公佈的世界排名是高居在第七名 近期來講的話都很穩定的都保持在前十名 算是蠻不容易的 對 因為他的打法也是屬於比較全面的 五位失誤比較少 至於在梁敬坤的部分呢 今年只有19歲 可以說年齡上來講的話跟剛剛我們看到的 梁敬坤是差不多了 同期的選手 衝擊力也算蠻強的 不過 以在國立賽亮相的機會來講的話還沒有來得這麼多 但絕對也是中國隊在下一個世代培養的主力之一 沒錯 而且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 欣賞到他的球技 其實他的打法類型 其實跟梁敬坤是非常像的 包括整個體型啦 包括整個體型啦 具備這個實力 下一賽上來 梁敬坤就先搶下分數 他在發球段好 是好在就是說 他這個逆側旋 然後以及他 我們看到 他發完球的這個動作 準備動作是非常的快 發完這個準備動作是非常的快 正手的對啦 這一次由 威卡斯 拿下分數 我剛才是想要 用同樣的招式來對付梁敬坤 對 哇 漂亮的防守 對 楊敬坤 楊敬坤他也是就是反手的這個 能力喔 尤其是在台內的這個 你拉的這個能力喔 也是非常突出的 這時候轉反手這次打在球拍側邊 2比2 威卡斯在 前面三輪比賽 算是親戚過關啦 也打敗了英格蘭的沃克 法國的埃羅伊 還有香港的 何君傑 至於在 梁敬坤的部分呢 第一輪是擊敗了來自印度的選手 第二輪呢 是 淘汰掉了 大蟲子 水谷筍 打了7局之後 4比3 立刻對手 所以 今年來講打到8強也是 梁敬坤在公開賽最好的 成績 2比3 瑞瑞 瑞瑞公開賽也是今年整個世界巡迴賽的最後一戰 接下來12月份就只剩下這個年中總決賽 年中總決賽是採取這種邀請在性質的 所以 也是要讓 一整年下來 在巡迴賽有好表現的選手 能夠再多獲得 不管是爭取獎金或是積分的機會 其實中國的選手 就是他們今年 剛才明年也是奧運年 然後他們今年 在今年的這個 巡迴戰的這個部分 有刻意的 就是相較於去年來說 他們 有參加比較多 因為他們就是也是要參 參加滿這個五戰之後才可以去 就是你的積分有達到前面 才可以去參加這個 總決賽的那個部分 所以不少選手 來到這一戰之前都是剛好四戰 湊起這一戰是滿五戰 包括了 張藝科 包括徐欣 都是一樣的情形 3比5 進攻的力道 相當不錯 看到佛瑞塔是這位 這位選手 他就是非常典型的 這個歐洲的 對兩面非常均衡 也不怕跟你拉開來對拉 對 第三版的速度上來講 梁靜坤 在開賽的發揮是相當不錯 對 5比5 目前世界排來講的話 佛瑞塔斯跟奧恰洛夫當然也是歐洲排名 頂尖的選手 包括在很多歐洲錦標賽 或是歐洲盃的比賽 也常常可以看到佛瑞塔斯殺進決賽四場的身影 對他這一兩年是比較大的一個突破 對 左手橫拍的球員 包括了 是帶領 葡萄牙隊 在歐錦賽擊敗德國 對非常不容易 算是蠻指標性的一場勝利 好球 德國來講在歐洲洲團 不管他整個訓練的體系 或是職業聯賽的規模 都算是蠻完整的 對 葡萄牙也是剛好 這一批湊齊的三位 這個很不錯的主力選手 包括了阿波羅尼亞 包括佛瑞塔斯 還有 Joe Monteiro 對 其實基本上除了佛瑞塔斯 然後剩下的兩位 就是阿波羅尼亞 以及那個 Monteiro 他們 也都是長期的 就是在德國 就是 參加聯賽 以及參與訓練 其實蠻多這種旅歐的球員阿 不然台灣選手也是會比較傾向去德國 因為他們有比較好的訓練體系 對 不過進去難度應該也是比較高 對 好球 看到就是 梁靜坤這個 就是攻防的這個轉換 這個節奏 掌控得非常好 這球這個側身的反拉 這個難度是非常高的 因為這是在多拍的這個來回之後 你腳下的以及重心的這個調節 非常不容易 直發球這次選擇沒有判斷好 佛瑞塔斯這個逆側也是非常賺 至於現在在第二桌台灣好手裝支援 局數上面是暫時1比3落後給中國的許昕 現在比賽是打到第5局 這球 漂亮喔 這球就是 梁靜坤在第1 第1球接下往之後 第2球 這球明顯 很保守接著很保守 那佛瑞塔斯當然不客氣 反手一個 發力 8比8 梁靜坤的發球 好球 不過其實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梁靜坤整個下盤的肌肉是非常扎實的 對 佛瑞塔斯也不是神優的燈 他已經私下盤已經衝到第7了 他誰都不怕了 第2球 拉了蠻賺的一板 讓梁靜坤再把分數給扳平 9比9 第1局來到最後的關頭 好球 來到佛瑞塔斯的發球 當然也考驗梁靜坤 經過前面18分之後 這個 揭發的感覺 到底 調整好了沒 還是接得很保守 擺回去 這個弱點稍微不好 稍微高了一點 就被佛瑞塔斯給逮到 相信還是就是發一樣的 那看梁靜坤港版果然擰 第1集接到現在比較少看到這個 擰拉的揭發 不過 梁靜坤 這次出手的速度一樣是非常快 讓他化解掉了佛瑞塔斯的橘末點 10比10 第1局的比賽就殺到Deuce 決定的 10分 0 6 1 3 6 10 佛瑞塔斯再次的必出橘末點 不過這次的正手進攻沒進 楊靖昆這球也很大膽 直接過來做一個反手的擬拉 尤其是他在中後段的時候 這個接佛瑞塔斯的逆側旋 接的沒有這麼好的情況下 11比11 哇好球 短球先開始佛瑞塔斯竟然先找到了上手的機會 再一次也是第一局佛瑞塔斯的第三個局目點 好球 還是過來居心 你的落點非常深喔 對 其實佛瑞塔斯他自己在這個 Duce之後 他兩度取得Duce萬連線的時候 他還是就是很堅決的就認為說我這個逆側下旋 對梁靖昆還是有用 因為他畢竟他就是在 原本在中後段原本是落後就是靠這個逆側下旋 把這個比分給扳平 就反而沒變的結果讓梁靖昆現在是擰得蠻順手的 對 不過他也還以顏色也是一個名的正手啊 十三比十二 比四個局目點 然後這本梁拉也是相當大膽 對 連續的進攻 沒有對好 對 對 看到佛瑞塔斯他這個防守以及中性球真的保護得非常好 他都是先讓你發力 然後有機會他在做反擊 其實跟這個德國的名將這個波爾這個打法也是有一點雷同 等於後發制 先用落點去讓你 發力還是減弱的時候他再找機會反拉你 對 或是說先用旋轉去控制住你然後下一板再快 這球梁靖昆 總算有所突破了 對 這是中國選手第一個局點 按照以往的規定應該是突破一個就直接這球會贏 哇 好球 看到佛瑞塔斯他這個 側身這個正手這個隱蔽性是非常高 好球 第一局的這個氣勢之爭啊 兩位球都不想輸啊 殺的難分難解 沒錯 14比14 到梁靖昆的發球 好球 他知道前面在這個護擺這過程當中他不見得可以逃到便宜 我們看到他這球也是非常果斷的直接 往佛瑞塔斯的反手去 戳一個反手位長球 第二座的比賽已經結束了 最後 台灣好手裝支援師以1比4不敵 許昕 比較可惜喔 這一場比賽 支援師先拿下第一局 而且第二局一度也是取得 10比9的領先啦 但最後還是落敗 而來到場上梁靖昆在歷經第50之後也辛苦的以16比14拿下第一局 現在1比0 暫時領先佛瑞塔斯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梁靖昆 跟佛瑞塔斯第一局的比賽啊 雙方整整打了30分才分出勝負 梁靖昆最後以16比4 16比14 先搶下了第一局 纏鬥到了第50之後呢 是先拿下了 這場比賽一開始的首局 對梁靖昆來說也是蠻重要的 對 不過看到來到第50之後 梁靖昆在接發球這段是變得比較大膽一些 第二局由佛瑞塔斯先來發球 其實在這個近台的這個短兵相接 這個梁靖昆的反手還是比 就是佛瑞塔斯來的上風一點 那你如果除非 形成中後台的時候這個佛瑞塔斯這個反手這個 這個優勢才能夠就是凸顯出來 因為在近台的時候佛瑞塔斯 他也快不起來他也只能靠 1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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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瑞塔斯 拿下超前的一分 不過佛瑞塔斯這一兩年這個整體實力喔 真的進步很多 尤其他在 短球的這個 控制啊以及扮出台 這個上手這個能力 確實精進不少 這一次的接發球也是突然改變了 機球的節奏 對 你的節奏很慢但是旋轉很強 對 4 1 接下來 輪到自己發球 再 直接搶下分數 第二局開局開得不錯 我連吃兩分下來 梁青坤 這輪的揭發 並 沒有完全的掌握住對手的旋轉 對其實這個問題是上一局就已經 存在了啦 對就是對於 前面有提到就是佛瑞塔斯這個 這個發球段的這個逆側 逆側旋以及逆側下 尤其是逆側下這個旋轉非常強 哇 我就看到這就是梁青坤的招牌武器啊 對 跟凡振東是非常像的 反手的出手非常快啊 對這個名啦 這個點是非常不好掌控的 這球等於是 拉到佛瑞塔斯的一個球拍上來 其實他這球有點大意啦 他只有 偷到了 你看 他其實他可以再 再拉 再拉大力一點 但他選擇就是輕輕一拉 所以我球去找球拍啊 對 哇我這邊也手一顆回來 看到佛瑞塔斯你看這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 半出台的這個上手 以往這個半出來這個上手 歐洲人在就是 展現這個技術的時候他都是 就是下降點就是拉弧圈比較多 但是佛瑞塔斯他 現在這個上升點會掌控比較好 這邊也一樣啊 拿下第7分 對 不然佛瑞塔斯的判斷其實是還蠻困難的一個環節 對 然後還有一個 腳步啊以及重心上的一個調節 出手的點 現在等於是 梁靜坤在鏡頭的這個下放 我們看到就是 透過就是這個鏡頭 的這個角度關係 我們看到梁靜坤他在 發完球的這個下一板這個銜接 這個準備動作是非常的扎實 連續兩個球都是一樣 如法炮製看到 他等於一發完他的重心喔 站得非常穩 然後是有點像彈簧 像彈起來 你看他這個 銜接 所以在處理台內球的時候 對他不管處理台內球 或是處理長球 他這個第一個他的反應時間 就是 更快 然後他準備的時間又更長 對 雖然就是短短的0.0幾秒 但是這對 就是 那個 高技術水平的選手來說 就差很多 對 他這個部分做得非常扎實 這把你回去 比較高喔 被弗洛塔斯給掌握住 對 看到就是 第二局 弗洛塔斯他在 這個發球段這個逆測的上一個優勢 然後以及就是他在進攻段 也相對來說 比 就是 第一局打得更兇了 我這邊 接發球 幸運的差別 對 幸運的得分 回到 兩分差距 前一輪的發球 梁靜坤是 拿得很輕鬆 第三板的出手拉得很賺 對 球值非常重 就是在 單局的後半段 追得上來 好球 角度帶得非常開喔 讓弗洛塔斯已經是 失去整個擊球的重心了 對 看他是在進台的時候 在進台的時候 這梁靜坤的反手的這個 這個主動性 以及牽制性 絕對不是 比佛洛塔斯來的強 8比8 現在弗洛塔斯被梁靜坤 給追平了 連續的進攻 對 現在弗洛塔斯 退台放高球也沒有能夠放進啊 對 喔 梁靜坤 不簡單啊 這一局 8比4落後 對 4分落後先追回來 現在還煩到超車了 短短的時間 看一下弗洛塔斯怎麼硬硬 對 還是用他 發球的優勢 但是這球 梁靜坤想要接一個 正手短球這個意思是對的 對 只是這個旋轉 真的非常巧 沒有辦法完全抵消掉的結果 對 觸網沒進 9比9 9 發球現在來到中國小將的手上 打到這關鍵分都考驗雙方的這個心理數字 這次的領球 過點 梁靜坤沒有辦法掌握好 這球弗洛塔斯也是豁出去的 因為他在這個中段開始 比分會被 追進就是 就是梁靜坤這個發球 他一直去擺他嘛 啊 又是一個心血的掌握 而且這個幾乎沒有任何救球的空間 貴塔斯也顯得很無奈 連續兩局現在雙方都要打到Dews才能分勝負了 貴塔斯這兩局都是先避出局問題的情況下 被梁靜坤給扳平 哇 拉在了球拍的側邊 貴塔斯他發這個球好喔 除了這個旋轉好喔 再來就是說 他發的這個彈跳這個弱點 要出台不出台 然後就會影響到就是選手這個判斷的這個反應時間 再一次的必出局點 哇 梁靜坤 反拍沒有辦法打進的結果也讓 佛維塔斯以12比10拿下比賽的第2局 現在雙方贊成了1比1的平手 幕為雙語播出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中國拳手梁靜坤出戰 普代阿佛維塔斯的比賽 現在來到第3局 前面兩局雙方都是殺到Dews才分出勝負 彼此的實力可以說是非常接近 對都在伯仲之間 那就是說 梁靜坤在發完球的這個第3版的強攻 是比佛維塔斯強勢 那可是就是佛維塔斯這個發球 就是說 的這個旋轉以及質量上的一個控 可以有效的控制梁靜坤 那就是說看這個有沒有辦法一直延續下去 第三局要先由梁靜坤來發球 拉1 第三版想要反手拉直線沒進 0比1 1 1 感覺梁靜坤還是很淡定 0比1 心理素質可能也是讓中國隊教練團滿賞識的一點 對 在盾台的位置還想要再用反手反拉回去 沒有成功 其實這球佛維塔斯可以出機會了 在於就是梁靜坤在 接發球的判斷上 又出現錯誤 其實這球佛維塔斯發一個出台 那梁靜坤一開始第一時間他是想要做一個反手擰拉 但是後來發現球比較長 所以這個 這個逆側旋的這個發球真的是佛維塔斯的一絕 那 有些觀眾朋友可能想說那梁靜坤怎麼不擺短 那我前面說過了就是 他就是發這個球 這個 這個陷入要長不長要短不短的 其實 要長不長要短不短 你在擺的這個過程當中又會去增加難度 對 又加上他旋轉是很強的話 比分現在來到1比4 佛維塔斯又一次在比賽前半段 先把差距也拉開 那從目前來 感覺就是 從這個精神面貌來看佛維塔斯他就是對於就是 比賽想要 贏球的這個渴望度以及那種興奮感 好像是來的比 就是梁靜坤還要來的強 因為畢竟梁靜坤你當然有具備一定的實力 但是你作為就是說 你的排名又比選手 比佛維塔斯靠比較後面 然後就加上你的年齡又比他小 應該有一些更多可以去去拼 拼佛維塔斯 不用打那麼保守 這邊想要直接拼一板但沒有打勁 差距又來到4分了 這球節奏太快了 給人家感覺出手有一點隨性 佛維塔斯的揭發也是 無限拉太長了一點出界 今天賽季佛維塔斯在 卡拉公開賽跟結會公開賽 晉級到4強是最佳的表現 另外在科維特戰跟中國戰的都是殺進8強 所以一些 不管是Super等級或是Major等級的比賽 佛維塔斯至少都 會想辦法讓自己 至少擋到8強或4強 所以是積分是蠻穩定的在累積 6比4 楊金坤又一次了 在比賽的中半段 開始追擊 換了一下他這個正手進攻的 拍面 哇 最後殺高球 想要做出改變的結果發生失誤了 想要放一個短球 但是這球上旋的這個旋轉超乎他的預期 7比4 看到很多中國選手在殺高球的時候都會有這種 換一面來打的習性 基本上這個 中國海綿然後在殺高球他球的那個 球皮的這個彈性 沒有來的就是像 不管是日本套交或是德國套交來的這個彈性來那麼大 4比8 現在兩位選手的差距又回到4分 剛剛進攻失手 當然梁建坤也必須要 趕快把心態調整回來 目前來看就是感覺佛雷塔斯打得比梁建坤還積極 比較像是佛雷塔斯要去拚梁建坤 場上的立場有點倒過來 看到梁建坤他這個就是這個半出台 這個弧圈球這個旋轉是非常強 先追一分回來 5比8 好球喔 還是靠比較強勢的這個前三板去做取分喔 其實我覺得梁建坤他在第二局開始 他在 發球的這個旋轉以及弱點上 是偏比較保守的 有點刻到台子 這球梁建坤也是 判斷的比較準確一點 這時候就是 裁判 確認一下佛雷塔斯的球派是不是 適合繼續比賽 打在 球桌 對 側邊 剩下一分差而已了 這次發球的旋轉還是 非常強勁 梁建坤擺不住了 7比9 7比9 好球 哇好球 梁建坤 從開始的防守到最後 轉進攻 好球 有機梁建坤在反守這個部分保得非常好 這分拿下來是把更大的壓力丟給了佛雷塔斯了 8比9 哇又事先反拍 頂住了佛雷塔斯 拿到了追平的第9分 這次也不讓佛雷塔斯先逼出局點了 現在9比9這邊 追平對手 這次看他能不能夠突破佛雷塔斯這個 逆側下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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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還要反手來 對 想要去做一個比較拼搏式的 還是沒接好的結果佛雷塔斯 連續三局的比賽都是 搶先拿到第10分 對 再試一次還是沒有 這一輪的發球弗威哈斯連吃了兩分下來 也以11比9拿下比賽第三局 現在2比1反倒超前的中國小將梁敬坤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葡萄名將弗威哈斯在 瑞典公開賽的南丹八強站 遭遇中國小將梁敬坤 三局的比賽打完雙方都是以最小的差距 兩分的差距分出勝負 不過在 第三局弗威哈斯總算是有效的把握住自己的 第一個局末點 就拿下比賽 最後這兩個發球讓梁敬坤的領球完全失效 對所以就是 現在喔現在的就是 技術當然是越來越前面 然後也一直持續的不斷的在更新 但是不變的 就是還是在於就是說 這個 發球 直接發球段在比賽當中 的一個重要性 好球 舉拉開來對拉 菲威哈斯 拿下了第4局的第1分 一樣喔是從手中在找機會反攻啦 對 這點真的跟T-Mobile真的蠻像的 這兩個也都是 左手橫排 對 就是發球跟接發球這個重要性 那我們看到就是 現階段弗威哈斯可以取得2比1大比分的領先 甚至於他有機會是可以取得3比0大比分的領先 都是就是他的這個發球相對於 跟梁敬坤比的話 他比較能夠牽制住梁敬坤的這個揭發球 現在中國小將的心態應該受到影響了 對 剛剛這個進攻再次的發生失誤 菲威哈斯3比0的開局 哇好球 延續的進攻 所以現在看到菲威哈斯 越打越開啦 對 質量不是非常強啊 但是他這個連接的這個 連續球的這個能力喔 是比較好 看從 從可以從第二局開始 菲威哈斯 基本上就沒有變 變過他的發球的這個手法以及弱點 發的順就繼續發 對 形成這個中後台之後還是菲威哈斯喔 比較上風 反手能夠對得住一板兩板 如果戰線一拉長的話還是對菲威哈斯比較有利 對 5比0的開局了 哇這次也不擰了啦 乾脆直接用正手來接 其實我覺得就是梁靜坤喔他可以在揭發球上 再揭慢一點沒有關係你揭慢一點你第一個你盯出台 盯出台的話你就還是輕輕掛掛到佛威哈斯的這個反手位嘛那佛威哈斯他這個 進台這個反手啊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被動的然後再就是說如果 是短的話你就是往他反手藏的拱 你往他反手藏的拱的話你看他這第一下其實 他都只有拖起來他沒有 他很 菲威哈斯這個反手很少有那種一板可以就是讓你避命的這個威形性 你打到後來這後面的綜合實力你也不見得會下風 現在以梁靜坤打法來講是叫在球這種速戰速決 反而是受到反效果 對因為你本身就是對手這個發球已經控制住你那你還要急著想要去控制反控制住他 你 就是你的觀念反而就是說我先接上台我先跟你打後面 這邊總算是拿下第2分 6比2現在領先的還是扶他選手菲威哈斯 對所以變成說他現在在就是要在菲威哈斯這個發球段上要拿分就是難度會比較高啊 哇又是接了一個擦邊球今天已經第三次的接發球出現這樣的情形了 對 你不知道這局就已經出現兩個了 對其實你看這球如果 沒有接幸運球其實也是有點貌高的也是菲威塔斯一個機會 從這接發也可以看得出來菲威塔斯一個發球旋轉的真的是很強勁 哇你看 變了一個 對稍微變了一個直線短的 終於變了 但是馬上就奏效了 大金坤也不斷的在跟自己對話 因為今天接發球確實不太理想 3比7 好球 哇好球 防守去擠到梁靜坤的身體 我看到就是梁靜坤在這個正手出手這個線路 還是偏菲威塔斯的反手位多了一點 哇這球突然性是非常強 發一個反手長球 所以他是沒有反應 8比4 不過 中半段這個4分差距對梁靜坤來講的話 前面三局他都是能夠有效的追上 這局其實這個 打的是比較悶一點 要看看 這一輪 弗雷塔斯的發球是不是還是有效的掌控 高起來 喔還是一樣 梁靜坤的揭發 並沒有改善 高起來的球 馬上弗雷塔斯就掌握住機會 今天他這個進攻的把握度確實是蠻高的 沒有什麼不必要的失誤 如果我們先假設說弗雷塔斯最後取得這一場球的這個勝利的話 你看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這個這個逆側旋 逆側下旋 然後就把梁靜坤給打敗 哇這個旋轉反旋轉是非常強的 現在弗雷塔斯 靠著剛剛把握住自己的兩個發球 搶先逼出了橘末點 很快的出手 我這局來講的話 比賽前半段就讓弗雷塔斯 把分數給拉開了 有點為時已晚了 以這局來說的話 5比10 這次的進攻讓梁靜坤回擊掛網 11比5這是第4局的比數 一樣由 普拉拉選手弗雷塔斯獲勝 現在3比1 他取得這樣比賽的聽牌優勢了 主題目為雙語播出 歡迎回到艾爾達電視繼續來欣賞弗雷塔斯 還有梁靜坤的交手 現在比賽來到第5局 弗雷塔斯局數上面的3比1領先 而且是越打越放開來 第4局甚至是11比5 這是今天最大的差距 所以看了出來梁靜坤在接弗雷塔斯的發球 好像越接是 越接不好 不是隨著比賽這個進展 好像比較能夠進入狀況 對 所以就會連帶影響到梁靜坤這個 發球段啊以及進攻啊 看一下在局劍的暫停過後 能不能夠重整旗鼓了 發球先吃下第1分 反手這次很堅決的是打在弗雷塔斯的反手位 再來觀察一下揭發球這一段 好像有一些不一樣 試圖就是加快比賽的這個節奏 感覺就是梁靜坤這幾局是打得比較緊湊 主動的變線 4比0的開局 再輸一局的梁靜坤就要 遭到淘汰了 所以這局真的 放開來打好像有不錯的效果 對這局一上來喔 其實他在發球的這個 弱點 然後就有去稍微去做調整 然後再來就是 前面有提到就發球的這個旋轉 因為他 前面基本上都是發下旋比較多 他這這局就是發不轉的比較多 連續幾個發不轉的 變成造成就是 佛雷塔斯在節發球上會有點不適應 你看 一節高起來就是梁靜坤的殺手劍就來了 6比0了 第5局現在佛雷塔斯還沒有辦法拿下任何一分 哇好球 這個速度是非常快喔 佛雷塔斯也是跟得非常好喔 又一次了 從被動打到變主動 1比6 反攻 哇好球 斜線 看到這佛雷塔斯站在中台喔 這個威脅性 比他這進台來的大很多 進台主要是想辦法控制住對手 中原台才是他真的擅長的位置 7比2 很明顯這局梁靜坤喔 這個發不轉的這個比例 比前面來的高的太多 我 也是從自己發球的改變了去 扭轉了這一局的氣勢 反倒是讓佛雷塔斯現在接的有點別扭 對 哇好球 我看到這球質非常重 對 甩開來喔 那這局感覺佛雷塔斯有點半放棄的狀態 梁靜坤這一局的擰球的線路 其實不再執意往佛雷塔斯的正手走 先擰起來 再跟你打我不用說這一板就馬上就 讓你就是失誤 很快的現在比數來到 10比2 梁靜坤有8個局點 10 3 先化解掉一個 我從發球接發球的策略上面梁靜坤 這一局是有效的扭轉了場上的氣勢 對有時候這個 一變喔 整個 整場 就是 局勢都會變 威塔斯正手拉球出界的結果也讓梁靜坤 以11比3 拿下了比賽的第5局 也把局數搬成2比3 剩下一局的落後 第5局 讓愛爾達電視繼續來欣賞梁靜坤還有佛雷塔斯的交手 第5局場他又有了非常大的變化 梁靜坤 在改變他的發球接發球的策略之後 很輕鬆的以11比3獲勝 現在 雙方又回到有限的差距而已 所以也是要來看一下佛雷塔斯這局能不能再 調整一下他的作戰策略 對其實雙方就是在互相變來變去嘛 就看誰能夠先跟得上對方變化的腳步啊 現在第6局 要先由佛雷塔斯在發球 將比賽獲勝的球員呢 將在下一輪要對決中國的梵震東 這個球子還是非常重 還是繼續過來用反手擰 現在越擰越有心得啦 頂住之後的反攻 哇一個插往右一個插邊 他現在一個球都不擺 全都跟你用贏的 氣勢 對了之後好像連運氣都開始慢慢倒向梁靜坤這邊 反正他就想我 我這樣擺我也是挨打 我拎起來 我跟你打還是 一半一半 對我們看到這個 他在梁靜坤的這個 進台喔 這個反手這個優勢 還是比佛雷塔斯來的大 對 速度上面現在是壓制住佛雷塔斯 好球 非常快的出手 非常快 先控制住你 然後下一板就直接 往正手走 就甩開來了 這個開局跟前一局有點像 佛雷塔斯就是在一開始就平民挨打 有點像秋風掃落葉 佛雷塔斯也是很鐵齒 不管怎樣就是要這樣發就對了 一不變硬萬變 有時候這也是戰術之一 因為有時候畢竟在變與不變之間 這種虛虛實實 很難說是對還是錯 有機會就轉正手 梁靜坤拿到第五分 尤其是像他們這種已經 已經都是世界級高端的選手 他怎麼不知道要變 但是他知道就是說 對方可能也會預料到我要變 對沒錯 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必須要想到敵人想到下一步 對 永遠要 走在敵人前面一步 對 無比 想要直接拼一半了 但沒有能夠打進 現在佛雷塔斯 看著差距慢慢被拉開 又是一次了 轉手拉住之後轉正手的進攻 對 不求著要再接發球 領球的這一板 先拉死對手 終於換發球了 會比7 幾乎每一板都是 比前一板還要來得快 所以佛雷塔斯是跟得很辛苦 反正現在不管什麼球 我都 臨起來跟你打就對了 打到這邊好像 讓南京匯也慢慢打開來了 因為他也看出就是說 佛雷塔斯在這個 發完球 這個上旋球 這個反手 這個銜接的 這個威脅性 是沒有這麼大的 8比3 這次 擊球的位置 有點被擠到 感覺這 兩個球有點衝過頭了 對 這個油門已經踩到底了 不能再往下再繼續加力 沒有煞車 哇漂亮 引到正守衛的這一板 發揮到很好的效果 梁靜坤這邊又是 比佛雷塔斯要變快的一步 漂亮 什麼球都跟你拎 這是他一開始一直想拎出來的一板 但是 調整過後 變得比較有威力 9比5 梁靜坤 第6局的後半段 還有 4分領先 這局拿下來就可以把 戰線給逼近決勝的第7局了 10比5 魁塔斯當然也不希望看到第7局的比賽出現 但是這一球 想拼一顆斜線沒有成功 梁靜坤 出現了5個局末點 啊 接發球直接下王的結果 梁靜坤 11比5拿下比賽的第6局 在前面6局打完之後呢 雙方贊成 3比3的平手了 雙語播出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梁靜坤跟弗威塔斯的比賽現在來到決勝的第7局 中國小將在 第5局開始 改變他的比賽策略之後呢 也一直受到很好的效果 讓弗威塔斯 5 6 2局 分別只拿到3分和5分而已 對 這改變的這個策略 很明顯就是 發球 斷 就是 採取 多多發一些不賺的 然後我就選擇在前三盤 跟弗威塔斯打長球 然後再來接發球的話 就是基本上都是先 用反手擰拉的這個 手法 然後擰到 弗威塔斯的這反手位 然後試圖再去 跟他做 銜接 對 現在比賽等於回到原點了 一咀嚼勝負 雙方都沒有退路 哇梁靜坤 一上來就非常積極喔 也就把他這個 站位的優勢 發揮到極致 聲音也喊出來了 對 後面的爆發力是很強的 3比1 絕對落後的這個劣勢 被他搬回來之後 我現在決勝第七局了 氣勢上一開始是壓制住了弗威塔斯 0比2落後 看一下葡萄選手怎麼樣 非常快的來回 哇 弗威塔斯現在 已經有點情緒上來了 對 這球雙方真的發揮的都很好 我看到這個梁靜坤 真的站得很穩 這讓弗威塔斯氣得是把 球塊一丟啊 喊暫停了 對 我看到這 梁靜坤這個反手 這個 銜接起來 這個銜接球的 這個反手的綜合能力 是非常強的 這次來到瑞典的弗威塔斯 是單兵作戰 並沒有教練跟著他 來到斯德哥爾摩 其實他 從 以前 就是這樣 他就是在打 公開賽的這個 情形的時候 他都是習慣 就是一個人 就頂多是他的隊友 會在場面幫忙 也很少 很少 習慣這個單兵作戰 你就像薩姆索莫夫 你什麼時候看過他 旁邊有教練 除非是一些 市井賽 那 有是 國家隊 國家隊的 這個 綜合運動 賽事 才有可能 對 連續三局的開局 菲威塔斯打的都不是很理想 其實剛剛這分也是有機會 5050的情況下呢 是被梁靜坤拿到第3分 還是要調整一下情緒 畢竟只是第7局的開局 前面3個球而已 好 暫停回來之後 菲威塔斯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中國小將 在第2輪已經先 扳倒了一個大種子 日本名將水谷准 如果能夠擊敗菲威塔斯 當然也是對梁靜坤另外 更大的肯定 好球 反拍出手還是非常快 但是這次菲威塔斯跟上 3比1 3比1 現在這個第3版的出手是非常有信心 對 我相信給菲威塔斯是很大的一個壓力 好球 快的把球送到菲威塔斯的反手位 對啦菲威塔斯沒辦法跟上的情況下現在 讓梁靜坤先拿到第5分 雙方要換邊再戰 感覺菲威塔斯打到這個階段已經有點 束手無策 對 速度跟不上梁靜坤 曾經在中段是很強勢的有效的 壓制住梁靜坤 很難去想像 這個策略上的運用 一轉換就差那麼多 哇 偷到一顆 他早該 他早該這樣 就要這樣偷了 現在是已經落後 已經沒有辦法了 不得已的變招了 對 2比5 發球搶攻啊 菲威塔斯現在也知道啊 要拚了 對 必須用側身拚啦 不拚沒辦法 沒機會了 兩個發球都守下來 回到兩分的差距 喊暫停 這次 場邊吳京平教練選擇 比較主動性的喊暫停喔 他不 不等到說比如說5比3梁靜坤發球之後 再輸一分才喊 因為這樣子的賭注太大 因為你 假設你再輸一分5比4 你等於被對方連桿3分 你雖然下一分一上來是 自己保有自己發 發球的一個主動性 但是相對來說壓力 比較大 至少如果 佔領之後 先拿到第6分的話 這輪發球完梁靜坤還是守在領先的位置 吳京平教練 非常辛苦連續 做場之道兩場比賽 剛才反正中那場應該也是讓他 感覺到比較有壓力一些 我這兩球梁靜坤從原本1比3的落後追到3比3的平手 現在也有機會 淘汰掉弗威塔斯 對 暫停回來 這一輪的發球 看一下梁靜坤 怎麼處理 還是發不賺了 但是 這球準備就沒有像前面那麼果斷跟堅定 然後選手都把暫停用在關鍵的第7局 對 威塔斯 0比3 叫出暫停之後呢 現在追到只剩1分差而已了 喔 好球 落點也守得很短喔 對 安靜坤沒有辦法連續的進攻 這下子場上的局勢又有了變化了 又回到原點了 5比5 威塔斯 6比5 測身喔 對 從一開始0比3的落後到現在6比5反倒以1分的差距超前了 這時候看梁靜坤港版大膽的變現了 6 6比6 這次沒有測身 在雙方再次的打兵 發球選現在來到中國小將的手上 發球選現在來到中國小將的手上 哇真的壓得非常漂亮 對 讓威塔斯越打離球他越遠啊 對 7比6 好球 很重的一板反手 看到6比6在這個 比分段的時候梁靜坤發球的要選擇先做一個反手長球的一個突擊 對 非常膽大心細 前面也是很少看到 對 對 所以佛威塔斯也沒有做好準備 哇這次的揭發 蠻重要的對梁靜坤來講 佛威塔斯這個過來這個弧線是非常變的但是我們看到 梁靜坤這個微調 還是把球給拔住了 姿勢好像有點跑掉但是順便把球給拉近了 也拿3分現在梁靜坤 這次的反拍稍微大力了一些 雙方這個實力真的是都在伯仲之間 就是在一些就是 技戰術的這個策略上的這個運用 就是 都會就是 互相就是你來我往 沒錯 光在一局裡面就要不斷的變化 這球其實梁靜坤是有點保守 其實他 有很好的機會直接去 就是 直接去做一個變線 他反而 這個就是先靠回去了 那靠回去那佛威塔斯站在中 中台的話 對 很可惜喔這球 回到1分差 梁靜坤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促網要重發 我現在真的非常緊張了 決勝局了 雙方也是你來我往 互有領先 好球 正手拉直線了喔 佛威塔斯頂不住了 把握住自己的第二個發球 現在梁靜坤 搶先逼出了賽末點 如果要來借佛威塔斯的發球 還是要必須要 果斷一些 對 就看梁靜坤敢不敢搏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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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反手速度喔 加快了一下 讓梁靜坤 最後 11比8 拿下了決勝的第7局 最後也以4比3 立刻 普拉名將佛威塔斯 拿下了瑞典公開賽 男子單打 四強戰的門票 當然比賽結束的同時 還是要請賴教練跟我們分析一下 最後這關鍵的第7局喔 場上整個走勢跟變化 怎麼樣讓梁靜坤 拿下最後的勝利 對喔 雙方就是非常不容易喔 就是打出一個 非常高張力的一個比賽 其實在 這個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喔 雙方都 曾經陷入到一些危機以及困難 但是就是說在雙方這個 技戰術這個運用啊 及策略啊 其實最主要到第7局的時候 梁靜坤在於就是6比6這個 發球段的時候他採取比較 比較感變 感變的話那到後面的包括他在 就是 第3版還有第4版他的進攻段上給 佛威塔斯還是造成比較大的一個 壓力啦 那他到後面他就很堅決的就是說 我接發球我基本上 我全都是用 就是反手你拉的這個部分去做 就是解決這樣子 以上也是我們會上到這個階段的 轉播服務 再次謝謝賴關燈教練帶來精彩的講評 武術勝負以及所有辛苦的轉播公眾同仁 在這邊跟您說聲晚安 我們下一場精彩的週刊對決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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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